中心社休斯敦5月7日店,当地时间5月7日,美国WTI原油期货收盘价格超过70美元每桶,这是自2014年11月以来创下的最高价格。 美国分析人士认为,全球市场预期,美国将退出伊朗和协议的可能性不断增加,导致原油价格上升。 36,Container,S,Size,30万0250,Display,Inlifix,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消息,当地时间5月7日,美国WTI原油期货盘中,价格一度涨至70.69美元每桶,这是自2014年11月以来,美国基准原油价格首次突破70美元关口。 East Market石油行业分析师维克多·Victorson表示,目前,石油市场的焦点在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退出伊朗和协议的决定。 短期来看,市场预计美国将退出伊朗和协议的可能性增加,投资者担心,美国若退出这份协议,将对伊朗施施新的制裁,这将进一步削弱当前较为紧张的全球。 原油供应,伊朗是中东的主要产油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,Hopark的成员国。 2016年1月,国际社会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,使伊朗恢复起主要原油出口国的地位。 2017年,伊朗成为全球第五大原油生产国。 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分析师的话称,若美国宣布退出伊朗和协议,并对伊朗施施新的制裁, 该国的石油销售量,每天将减少30万至60万桶,甚至达100万桶。 市场研究公司Wood McKinsey的石油分析师Anne Wizzato表示,市场正在紧张地关注着这一消息。 值得一提的是,2018年以来,全球原油价格持续上涨,美国基准原油价格上涨超过16%, 美国境外原油基准价格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约13%, 美国媒体分析称,一方面欧巴克俄罗斯表现出对原油的强劲需求, 一方面全球原油供应缩减,造成油价不断上扬。 晚安